白送多标的三款iPhone 作为从业20手机领域7年的数码特别体人 基本上每款iPhone小人都亲自体验过 哪款好哪款不好 我还是非常要话语权的 首先不建议的就是这个12 Pro了 虽然说当时要卖到7999 但是目前在想着2000出头就可以入手一台 但是新号差 冬号高 还有散热也一般都是它存在的缺点 而且它的续航表现真的是一塌糊涂 一天至少两三充 所以说你预算在2000出头的话 可以加200体验综合性能更强的12PM 摄像头的配置规格更高 屏幕也从6.1升级到了6.7英寸 而且它的续航明显变得更强了 第二款的话就是这个14 Plus 真的是让小羊非常头疼的一款机型 15的性能确实不错 续航也是苹果里面数一数二的 但是1没有高刷 2没有长焦 卖的比普通标准版要贵 但是配置还没有Pro好 所以说现在也是跌到了2700左右 可这个预算你别忘了 还有这个13 Pro呢 不锈钢的材质 旗舰三摄 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流畅的高刷 这些配置不足以吊打这个14 Plus吗 第三款的话就是15标准版了 别看有Type-C口 有灵动导 还有4800万像素的主摄 但真要拿14 Pro对比的话 哪哪都输 首先外观方面 Pro就比标准版多了几分精致 屏幕显示效果看似奇幅相当 实则滑动起来 14 Pro还是更加的顺滑 而15胜过14 Pro的只有价格了 目前15 128机在咱们家报价35张 而14 Pro的话只有38张左右 不用想象多说 都知道选谁吧